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突发》节目 今天的新闻概述包括乌克兰战争的最新动向 一位老妇人成为网络诈骗的受害者后 被指控持枪抢劫银行 以及加州海岸的一场标志性木战桥火灾 此外 特朗普的盟友正在计划削弱美联储的独立性 而拜登则表示他愿意与特朗普进行辩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日经亚洲 日本货币对美元周五跌破157日元 因为在日本央行决定维持利率不变后抛售加速 触及157水准标志着日元 创下34年新低 在日本央行决定之前 日元一直徘徊在155日元左右 央行没有对其债券购买声明进行任何修改 在会议开始前 一些分析师预测 日本央行可能会减少日本政府债券购买 以阻止日元贬值 与此同时 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个人消费支出 美联储首选的通胀指标 在三月份增幅超过预期 削弱了投资者 对美联储提前加息的预期 汇丰银行亚洲外汇研究主管 Joey Chiu表示 市场可能对日本央行 在债券购买方面的立场缺乏细节 感到失望 尽管他认为 央行最新的展望报告 比一月份的上一份报告更加鹰派 三井著有银行首席外汇策略师 林木博文预计 由于美国经济强劲 日元将进一步下跌的分析师之一 美国经济指标如个人消费支出评检指数 是日元的一个担忧 因为他们可能会进一步削弱日元 他说 下周由于美国经济数据 日元可能会进一步走弱 因为下周日本黄金周市场休市 特朗普的盟友制定计划 削弱美联储的独立性 华尔街日报 特朗普的盟友正在悄悄起草提案 如果这位前总统赢得第二个任期 将试图削弱美联储的独立性 因为他的顾问们 在如何积极挑战央行权威方面存在分歧 近几个月来 前特朗普政府官员 和推定的共和党提名人的其他支援者 讨论了一系列提案 从渐进式政策变化到总统本人 应该在设定利率方面 发挥作用的长期断言 据知情人士透露 前总统的一小群盟友 他们的工作非常秘密 甚至一些著名的前特朗普经济助手都不知道 已经制作了一份大约实业的档 概述了央行的政策愿景 特朗普的盟友认为 应该在利率决定上 征求他的意见 当草案建议白宫对美联储的监管进行审查 并更有力地利用财政部 作为对央行的制衡 知情人士称 该组织还认为 如果特朗普重返白宫 他将有权在杰罗姆 鲍威尔 Jerome Powell的四年任期于 2026年结束之前 罢免美联储主席一职 尽管鲍威尔 可能会继续留在美联储理事会 目前无法确定 特朗普是否知道 或签署了这项工作 但一些接近讨论的人士认为 这项工作得到了前总统的祝福 让我们在这里非常具体 除非资讯直接来自特朗普总统 或其竞选团队的授权成员 否则未来总统人员配备 或政策公告的任何方面 都不应被视为官方 特朗普高级顾问 Suzi Wells和Chris Lachivita 在一份声明中说 在最近的一系列报道中 我们从不同的新闻媒体 获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故事 展现了全球各地发生的 独特事件和情况 从乌克兰的战事 到美国加州的一场 标志兴木战桥火灾 再到一位老年女性 因为被网络诈骗 而走上犯罪道路的不幸故事 这些故事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Telegraph报道了 乌克兰最新的战事动态 讲述了乌克兰武装部队 从前线撤回 美国埃布拉姆斯坦克的消息 该报道还提到了 ATACMS导弹的能力 并特别采访了一位 在乌克兰东部前线村庄工作的 英国志愿者 这篇文章推广了 Telegraph的每日播客 Ukraine the latest 该播客提供了 对乌克兰战争的分析和更新 播客特邀了 包括大卫 诺尔斯 多米尼克 尼克尔斯 和弗朗西斯 迪恩利在内的记者和通讯员参与 另一个来自Telegraph的报道 揭露了一位74岁老妇人 在俄亥俄州 持枪抢劫银行的故事 但她的家人表示 她是网络诈骗的受害者 这位名叫安梅耶斯的老妇人 在抢劫信用合作社后被逮捕 之前她从未有过犯罪记录 她的家人向警方透露 她一直在向一个身份不明的人 发送钱款 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案件 越来越多 诈骗者常假冒亲属 或权威人士的身份 声称受害者的年轻亲属需要钱 Associated Press则报道了一场 发生在加州海岸城市 奥申赛德的标志性木战桥上的火灾 这场火灾已经得到控制 但一个空置的餐厅和食品服务结构 受到了严重损坏 火灾的原因仍在调查中 加州海岸近年来因风暴而导致的损坏 使得这些标志性的战桥 需要耗资巨大的修复或更换 这些故事不仅展示了 从战争前线到社会底层的多样性 还揭示了人类在面对危机和挑战时的脆弱性和坚韧 无论是在乌克兰的战场上 还是在美国小镇的安宁生活中 人们都在寻找生存和正义的意义 这些报道不仅仅是新闻 它们是关于勇气 悲剧和希望的故事 提醒我们 即使在困难时期 人性的光辉也从未消失 在近期的国际新闻中 一系列引人注目的事件不断上演 从野门海岸附近的导弹发射 美国总统大选的辩论话题 到关于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独立性的辩论 这些事件不仅牵动着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 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多伦多星报》 报道了一起发生在红海的安全事件 私人安全公司Enbury表示 周五 野门胡塞武装 向穿越红海的一艘船只 发射了导弹 索性导弹落点 距离该船有一段距离 这次攻击 打破了胡塞武装 对以色列行动的短暂平静 自去年11月以来 胡塞武装已对航行于红海和亚丁湾的船只 发动了50多次攻击 导致该航线的航运量明显下降 另一方面 在美国国内政治舞台上 《独立报》报道了一则 关于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辩论的消息 美国现任总统乔 拜登在接受Series XM电台主持人霍华德·斯特恩访问时表示 他愿意与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进行电视辩论 拜登表示 他对于与特朗普辩论感到高兴 非党派的总统辩论委员会 已经安排了今年9月和10月的三场辩论 尽管拜登此前曾拒绝与特朗普辩论 但他现在表达了参与辩论的意愿 这将是继2020年选举周期间的三场辩论后 两位候选人再次对决 而在经济政策领域 《环球邮报》揭露了一则令人关注的消息 特朗普的盟友正在起草计划 旨在削弱联邦储备系统的独立性 以防特朗普再次当选 这个提议主张特朗普应该被咨询关于利率决策 并拥有在2026年之前 撤换联邦储备主席杰罗姆·鲍威尔的权利 特朗普此前批评鲍威尔 并表示他不会重新任命鲍威尔 声称他会降低利率 以提升拜登再次竞选的可能性 《华尔街日报》也报道了这一消息 但尚不清楚特朗普是否知晓 或已批准了这些提案 这些事件反映了当前 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下的紧张和不确定性 从鸿海的导弹攻击到美国总统大选的辩论 再到联邦储备系统独立性的辩论 每一件事都在不同的层面上 影响着国际关系和全球经济的稳定 随着这些事件的进展 全球的目光将继续聚焦于这些关键的问题上 期待能找到解决这些挑战的方法 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 两位重量级人物的对决 再次引起了全球的关注 据《多伦多星报》和《美联社》报道 美国总统乔拜登在接受霍华德·斯特恩的访问时表示 他很乐意在今年秋季 与他的假定共和党对手唐纳德·特朗普进行辩论 这是拜登关于这一问题迄今未止最明确的评论 拜登的连任竞选团队此前曾拒绝承诺参加辩论 而总统辩论委员会已经宣布了 三场大选辩论的日期和地点 第一场定于9月16日在德克萨斯州举行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则表示 他愿意随时随地进行辩论 这次与斯特恩的访谈以谈话的形式进行 涵盖了各种话题 包括拜登的成长背景和家庭生活 这种轻松的对话方式 让人们得以一窥这位总统的人性化一面 然而在这场政治对决的背后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正在悄然发酵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一项新的CNN民调发现 如果特朗普被定罪 大约25%的特朗普支持者 可能会放弃支持他 相当于所有受访者中的约12% 然而 这一数字会因年龄和党派而有所偏差 年长的特朗普支持者和共和党人 较不可能改变立场 更重要的是 那些可能停止支持特朗普的人中 很少有人会改投拜登 这项民调显示 赢得选举的算法并不复杂 一个从对手那里转投给你的选民相当于两票 而一个放弃对手 而选择留在家中的选民 则值一票 这场即将到来的辩论 无疑将成为美国政治舞台上的一大看点 拜登显然已经做好了准备 表达了他对于与特朗普对决的自信 而特朗普的支持者 尽管面临可能的定罪风险 但他们的立场似乎相对坚定 不过 这场政治大战的结果 还需要透过选民的最终选择来决定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 这场辩论无疑将成为决定 两位候选人政治命运的关键一战 无论结果如何 这都将是美国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 其影响将远远超出辩论本身 在拉斯维加斯的一个普通夜晚 少年Android Kemmer和他的家人 遭遇了一次让他们永生难忘的经历 根据《独立报》的报道 Kemmer一家声称在他们的后院 目睹了一名高达10英尺的外星人 这一切始于他们看到一道明亮的光线 坠落到地面 随后报告说 看见了一个巨大的生物 这件事不仅吸引了其他目击者的注意 甚至一名警官的身体摄像头 也捕捉到了这道亮光 最初 Kemmer一家因为他们的说法而受到嘲笑 但他们的故事也吸引了UFO猎人 前来他们的家 几乎一年后 Angel依然坚持自己 说的是真话 并形容在遭遇期间被恐惧所瘫痪 虽然他最初称那个生物为外星人 现在他认为那是一个恶魔 美国流星学会声称那天晚上看到的亮光是一颗流星 拉斯维加斯大都会警察局最初调查了这一说法 但几天后关闭了案件 另一方面 环球邮报报道了一个关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的敏感议题 美国确定以色列的一个军事单位 在加沙战争开始前六个月对巴勒斯坦人犯下了严重的人权侵犯行为 然而美国在审查以色列提供的有关该单位的新信息时 将暂缓对该营的援助决定 以色列政府已经提供了关于该单位现状的新信息 美国将致力于识别出对该单位进行有效补救的途径 与此同时 电讯报报道了一个关于犹太节日逾越节的故事 这个节日本应庆祝犹太人的自由 但今年却感觉异常沉重 直到有133个以色列家庭 在传统的逾越节晚餐上 缺少了一个亲人 这让人感到特别悲伤 全世界的反犹太主义正在上升 从美国的大学到伦敦的街头 尤其是在逾越节的第一天 因为暴力反犹太主义 哥伦比亚大学不得不关闭 这加剧了人们的悲伤情绪 这三个故事虽然各自独立 但都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深刻议题 对未知的恐惧 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困境 以及文化和宗教冲突的加剧 从拉斯维加斯的后院 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地区 再到全球范围内对犹太人的偏见 这些故事让我们反思 如何在一个多元而复杂的世界中 寻找共识和和平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读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读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读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读简报 我们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读简报的建议